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圖是3.5班的數學成績 相對累積次數分配折現圖 這是一個累積圖 那麼它說 第一小題 如果50到60分的有9人的話 那全班共有多少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我們先把它標一下 這裡的話 這裡是20% 這10% 所以這裡是5% 這個50這裡的話 這個是成績 這個50底下的 這個是5% 然後60以下的 這是20% 然後呢 這個80以下的 這是60% 這是60% 可是我就省略掉 90分以下的是85% 85% 這個當然是100% 這個當然是100% 100% 那麼它會說 如果50到60分的有9人 50到60分的有9人 所以是15% 所以是15% 現在它說 它說 這個有9人 那它問全班有幾人 全班假設有N人 乘以15% 0.15 乘以15% 這個是等於多少 等於9人 好 那這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n等於多少 n 就等於9 乘以15分之100 9 1 9 3 3 3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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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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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7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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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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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 9 10 好,那這樣就做好了